好那今天因为用到操作啦 所以蛮建议各位就是有两个 双萤幕 双萤幕或者双主机 会比较方便 那我们今天的课应该都会录影啦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我也会 事后剪辑好 会把它放在网路上 供各位下载复习 或者是分享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正式开始今天的课 那今天讲的主要是新制图的初阶 那初阶各位 应该会在别的地方也听过类似的课 新制图的初阶然后 但是呢我的 我的新制图的用法跟一般你外面 听到的那种 要带彩色笔的那一种新制图的用法是不大一样 因为我是科技人 科技人只有重视效率 效率所以不会在乎一些商业操作的限制 那所以这个部分也会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我把我的新制图的用法叫做 实战新制图 不是一般的商用新制图 那新制图跟我的渊源 也有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年了 那我是一个我本来不是教育界的人 那从八十六年从我本身是宜兰人 然后我在从小在新北长大 然后读书的时候去过台中跟新竹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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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西宝国小 然后就一直到93年下山去到道乡国小 然后到105年的时候被借掉到教育处 因为要推展创课的部分 那所以这样一路走来 其实成长蛮多的 那这里面很多长官朋友对我的评语 其实就是 这个文胜这个人他很有想法很有创意 然后也很有策略很会规划事情 然后之前就是我的第二任的校长 他其实想把我培养当校长 但是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当校长 因为校长要做行政 然后要管理老师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最难管的 所以我完全没有意愿 然后我对这个行政的历练 我也是没有办法 那个教育处处长对我的公文的评语 是很像小朋友写作文 所以 所以呢 我肯定对这种法规 对这种写公文这种事情 就是需要格式化的事情 我其实是很难接受的 很难接受的 那所以我就不往那个地方去走 然后那个 所以我就还是往教学的方向 这个其实跟我前面的 带科老师养神阶段 所接触到的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影响蛮深远的 那也有校长说 我是鬼才这样 然后捡到宝 做事的效率很高 那当然也有校长说 这个我思想跳跃 思考跳跃 就总是跟人家想的不一样 然后我都想到他们想不到的点 那想法与众不同 那其实 其实不是我个人本来就这样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自己 在后来在87年之后 就是比较经常的使用新制图 去整理我的想法 或者去快速的阅读 做一些自己的成长精进 那也后来也把它拿来工作上 生活上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制图 对我的人生改变的非常的明显 所以每次人家 不管是有赞美或批评 我都笑我自己是外星人 没有关系 那所以今天就跟各位解密一下 为什么 外面很多那种高效能的人 或者一些成功人士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快速学习 但是今天不讲时间管理 因为我没什么时间管理 那所以我进入教育界的过程 其实我自己觉得 非常的精彩 高高低低 有各式各样的状况 各式各样的这个经历 但是这个三天三夜说不完 所以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说明 所以等一下 有可能就只能举几个例子 但是在这二十几年来 我真的觉得 在科技的工具 来协助个人的生活 或者事业 或者是学习上面 最有用的工具 我跟各位推荐绝对是新制图 这是我个人的使用经验 那我前面还是会先讲一些这些 为什么会跟各位提新制图这些东西 那新制图作为 因为我们现在在那个教网中心 我现在的单位 介调在教网中心 那教网中心各位也知道 我们有成立一个叫做 智慧教育中心 那我们是一个私训的单位 那前些日子105年开始 我们其实就在训练 学校里面的科技老师 那因为后来叫做 107年智慧教育中心成立的时候 它叫做智慧教育中心 所以不能脱离了智慧教育 那智慧教育里面 其实国教如果要成功 就是教育要成功 总要有一些策略跟方法 那不过这些策略跟方法 是不是你的领导者们都清楚 那或者是规划人都清楚 我觉得这个可能 就是各位也可以给一些建议 那我自己认为 因为这个是我 我之后就是在自我学习 成长之后 我会习惯把我的一些规划 分成这四个部分 所以任何事情 你如果可以考虑这四个面向 通常你会就距离成功不远 那这个也是透过新制图学习来的 只是我今天把它做成这个简报的样子 让各位比较容易去吸收 所以你看一个武林人士 如果他要成功 他在江湖上要成功的话 他一定会有四个东西 道法素器 那这个是跟那个网路上周老师学习来的 那道是什么 道是他的心法 他学武功内功会需要一个心法 那他只要这个心法放在他身上 其实他的内功 就会很快速的成长 不需要迁道 你快速的成长 然后那个法就是他的内功 所以你知道心法 然后你练内功 那 所以你练内功之后呢 你的举手投足 你可能就是 那个内功就会直接灌注在里面 就会十分的非常的有威力 但是如果你要行走江湖 你总还要有一些招式 招式 那这个招式呢 就是你的教材教法 然后那个兵器 你要有一把称手的兵器 那所以这个兵器其实就是你的工具 所以我们其实 如果你要规划一件事情 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去很成功的 去处理 我把它叫做四面八方规划术 我的名字应该都蛮好记得 好 那所以那个道就是你的愿景 你的原理 你的规律是什么 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有方向 那我 我为什么要在带新制度这个部分 其实我的方向很简单 我希望学生学会一生受用的能力 那我们虽然是科技老师 我们平常教的课也都在科技领域里面 但是我们其实不能只教科技的技术 那我知道在座很多不是科技老师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制度的方法是 所有的领域都受用 而且不是只有在学习上 是一生都受用的能力 那所以我相信 就我这二十几年来的 使用新制度的感觉 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感觉 就是如果我小的时候 如果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如果就有老师教我这一个新制度的技术 我想我现在应该不止这样 应该不止这样 好 所以我的愿景就是希望孩子 能够学会一生受用的能力 所以我的其实任何的规划 我都会围绕在这个方向上面去努力 那我的战略 我的战略其实就是不管我在上任何的课 任何领域的课 那我就会尽量去想办法去利用到这个新制度 那而且在推广的策略 那而且在推广的策略 因为我现在的位置是在 是不是老师要先会 但是我们知道嘛 我们在推广的这个业务上面 总是会发现有一些学校是太忙 或者是太累 或者他们有自己的方向 然后就比较少接触别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永远叫不动的老师或校长 一定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我自己 我这个人比较贱一点 因为我是 我做事情也会有很多的战略策略 所以其实我对这样 我对那种需要全面推动的事情 我也是很有我的方法 那即使人家觉得我可能有点卑鄙 像我在推创课的时候 曾经在网络上贴过文 所以教育处有提供这些东西 而且我们有提供 非常多的训练老师的课程 那这些东西 每个学校设备都有 那所以各位家长 如果你的学校 如果你的孩子学校没有的话 那你的权益就受损了 那所以请各位家长 可以去学校问问看 跟学校争取 那我知道 其实因为我们都是老师 我知道老师的痛点就是家长 那所以如果老师不动的话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请家长动 只有家长可以说服老师 家长的需求就是老师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让 那个当初教儿童城市这件事情 让所有的学校动起来 那总而言之就是 你需要有一些全方位考量的一些战术策略 那但是我的目的是 让学生受惠是最终的考量 那所以基于这个愿景原则之下 我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招数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教材教法 我怎么样 因为你要让老师去学这个东西 那如果这个东西很难 或者是步骤很繁琐 或者是需要强大的学术背景之类的 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很难去推广 或者他需要很多的时间 那所以我在推广上我都会想办法 去把你的把我的教材简化简化再简化 简化到最简单 因为只有这个东西 这个工具非常的简单 简单到你拿起来就会用 看到就会用 那会用好用 你才会常常用 常常用你才会熟悉它 才会变化出属于你自己应用的方法 所以在我们在一些教材教法的设计上 或者是一些融入很多系统性思考的方法 让这个工具变得很强大 这个都是我在我们的教材教法设计的内容里面 那这个也是在我的第下个礼拜六的进阶课程 里面会讲到的一些东西 那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各位会非常 因为这个外面没有人在讲 因为这个是属于外面那种南洋街补习班 那种神人老师 就是他怎么变成那种老师的这种方式 他的方法 怎么变成很厉害的人的方法 这外面是没有人在教的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那个收费一定非常的高 比如说你常常广播会听到什么快速学习 学习法啦 什么高速学习法 还什么记忆法 什么那些东西 那最后一个就是工具 那真的凭良心讲 我这二十几年来 所有的学习工具 所有的学习工具 我唯一如果叫我只能挑一个的话 我就是跟各位讲就是心智土没错啦 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啦 各位有喜欢那个有喜欢看过那个工夫吗 周星驰导演 我很喜欢他的电影 他电影里面有一个有提到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我上课常会讲一些故事讲一些八卦 十大武器之手 这个当然是外面乱掰啦 但是他有网站 专门在介绍这个东西 甚至还有禅凳诀 用那个折叠凳开发出武功的招数 所以这是当然这个是有趣的插花 折叠以的奥妙之处 就是可以藏在民宅之中随手可得 还可以坐着他来隐藏杀鸡 打完杀完可以坐下休息 就算被条子抓了也告不了你 这是网路上摘入下来的 当然这是笑话 好那所以呢 如果要让我跟你分享什么是万用的工具 学习工具之手 万用学习工具之手 那我可以用我个人的名誉 用我个人的生命跟你保证 绝对是新制度 当然别人的想法 我也不能讲什么 别人你要批评我没关系啦 随便 但是我自己觉得 新制度是 对我来讲是人生非常的受用 好那实战新制度的奥妙之处 就是可以浓缩所有的学习 浓缩所有的学习 那我们常会觉得说 怎么学习 就是你会觉得你脑袋满了 装不下对不对 你的那个 有时候一次学太多东西 你就会觉得脑袋要爆炸 你的工作记忆不堪负荷 那可是新制度的好处就是 他可以把你学到的东西 浓缩浓缩再浓缩 把它抽象化变成一个关键点 就比如说你今天上午学到一堆东西 那他可能讲的就是那一件事 那所以你把这些东西了解吸收之后 把它压缩成那一个点 那个知识点 那个知识点其实在新制度上面就是你的一个关键 一个节点 那当你把它压缩成 关键 那个节点之后 抽象化成那个节点之后 你的那些 工作记忆的那个脑袋的负荷 就可以全部清空 清空之后你的脑袋就空下来 那空下来就可以再装 其他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用新制度学习的方法就是 当你学了一堆东西 我就把它压缩压缩压缩 然后抽取出一个关键字或关键词 那这个东西我就可以暂时割下来 然后脑袋就可以清空再去学新的东西 那所以 感谢老师帮我回答了 今天没有签到表 那如果你是在那个 教师研锡网报名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帮你登记时数 那如果说没有报不上去 你需要时数的话 那就请你再跟那个 花莲县资讯辅导团联系 或者打到复原国小 直接找朱博凡 我们的总招 资讯团的总招 好 下周上课的连结 我有贴在我的脸书 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到脸书上去给我讯息 我是一个有售后服务的老师 大概全国最早开始呛说 我这个人有售后服务 中上有问必答 这个大家认识我的都很清楚 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在脸书上找我就好 好 那所以呢那个新制度呢 他可以垂直思考也可以水平思考 所以垂直水平的整合你的这些知识 变成你的智慧 那你还可以进阶的拿他结合各种的理论 做高层次的思考或者是规划策划 那他也可以让你很简单的跟你的团队 做讨论跟你的学生做分组讨论 做分组合作 然后 规划一些行动或者减合 减合你的一些 子系统的一些进度 调整 或者是调整你的那个内容 所以其实 就我自己本身来讲 现在科技领域在推 现在各位可能不知道 科技领域的两大的核心 一个叫做资讯科技叫做运算思维 那那个生活科技的部分叫做设计思考 这两大的核心其实呢 是生活上面解决问题的工具 解决问题跟开创 开创新领域 开创需求的一个两个工具 那这两个工具其实是 用在生活上 用在工作上 用在学习上 用在哪里都可以的一个思考的方法 但是因为他被放在 资讯科技领域 所以变成教这个东西是科技领域老师的事 那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科技老师就只有教 教写程式 教那个office怎么用 然后教那个 Arduino怎么玩 教3D教雷切 但是呢 他就不教 运算思维 不教 那个设计思考 然后也许有的老师会教新制图 教那个剪辑 甚至教CAMMA等等 那 教这么多科技的工具 或者科技的技术之外 就算不教学程式 我也可以运用新制图 把这些方法都教给学生 所以 对我来说 新制图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反而 反而比那个 科技领域 反而比 学程式 学3D雷切 学office 影像剪辑这些层次更高 那所以新制图一直是我的唯一选择 那他应该也会是我们花莲县的智慧教育中心 因为名字叫智慧教育中心嘛 所以应该是必须要有智慧教育这件事情 所以相对的新制图来讲就非常的重要 好 那86年是我从 从科技业界 进入花莲的教育界 我本来是科技人 就因为那一通 我本来就是那个差大大学毕业之后 我是在台北市的一家 IC卡设计的一家公司上班 那个单位是非常神秘的单位 因为我们有兼那个银行IC卡的处理的设计 那所以我们是有机器可以直接复制各位的银行卡片 信用卡片 那个都可以设计的 那所以我们要我们的那个RD部门是需要那个那个卡片才可以进去的 讲义在我的个人网页 请你搜寻制造者时代邱文胜 这两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 在右上角的第一个连结 好 那所以我从我在那个研发部上班的时候 我之前 我真的我的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 好 那我们就讲很简单的一小段 然后被那个我老婆 我就在上班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那个我老婆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大家都看 八个人研发 我们研发组八个人看着我在那边讲电话 然后我老婆当面问我说 你要不要调来花莲有机会当老师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才上班一个月 那后来答应他就是来这个花莲试试看 那所以我就在当初那个年代 教师真是没有那么难 那所以我就晚上在一家泡沫红茶店面试 校长找了前任的资讯老师 然后我们就稍微聊了一下 那喝完那一杯红茶我就被录取了 然后在台风的第一天 就是8月31号第一天上班 通知第一天上班 那天刚好又是台风 我就跨越了土石流 那个经过真的我可以讲 应该可以讲十分钟 非常的有趣 冒着生命的危险 第一天就进了花莲上班 那我其实刚开始没有教育界的背景 那后来在89年 就是因为后来我考了那个大代师师班 89年变成正式老师 那因缘际会 那因缘际会那个又是一段很长的 很好玩的教师经历的 教师真是的过程 大概又可以再讲个20分钟 那今天那个都不是重点 后来我就因缘际会进入了89年 就进了西宝国小 那我们是第一批西宝国小设校的老师 主任 那也就因缘际会就当了教导主任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历程 然后在那四年 那个我们的校长是花莲县的鬼才校长 黄庆帽校长 那所以他就传授我 他的这个一些有关教育的想法 让我受益匪浅 也就是那时候开始 我对教育有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我的这个教育的理论的基础 还有一些课程设计 大家知道我很会设计课程 我们的课程在90年91年的时候 是全国那个Inno School 跟Great Teach双料冠军第一名 连续的两年 那所以我们 我的所有的跟教育界相关的知识理论 都是在大部分都是在前面基础的部分 是在西保国小那边所锻炼的 然后后来下山93年到了道香国小 那道香国小就是比较靠近市区的学校 然后其实我们在 在我从代课开始 我就因为那时候就不了解什么是教育了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大家追着红蓝 去追着那个多元智慧 追着那个脑神经科学 心智图 教育学习这些 这些方法去到处去研习去学习 然后当我到了那个西保之后 然后也首次就是担任了正式老师 担任了主任 那开始就要学着经营整个 跟着校长一起经营整个学校 然后做一些课程规划设计等等 然后就让我大量的使用了新制图 大量的使用新制图 我们科技老师都会身兼多职 所以都是主任兼资讯老师 然后再兼资讯科技业务 然后再兼我那年还兼了一个人士 所以兼了三件事 那平常也是兼两个 至少都两个 从来没有过只有一件事的 好 然后 所以在那个年代 我下山之后 在道乡之后 因为长年的协助推动那个自由软体 科技教育 那所以教育处也常常会就是 让我统包就是年度给你多少经费 那你就去帮忙推广科技教育 所以我是在学校的科技教育的统包人 那我们也接了数位机会中心 所以我那时候是集安数会机会中心的算是直密 所以就统包所有的事情 那一路以来就是一直在科技教育的路上做协助 然后一直到105年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创科教育实在是亮的太亮了会闪瞎眼睛 所以那个教育处就把我抓去 智慧教育中 抓去教网 然后成立一个智慧教育中心 让我在那边推创科教育 那所以这个过程中 105年戒掉之后 我们很荣幸的就是因为团队的 团队非常的强 教网中心真的是太棒了 但是强到不可思议 然后我们把整个花莲县的科技教育 推到史上的巅峰 这个史上是我进入 从我进入教育界 86年以来 我接触到科技领域的部分来讲 那个花莲县真的在105 106 107这几年 107这几年 是我知道的历史上 全国教育科技领域的巅峰 花莲 所以其实县长或长官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一直 好 那个熟人进来了 问我 有没有烘豆子 好 感谢各位老师的 那个 通话讯息里面 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都会回复 那为了那个 为了顺利延期的进行 所以如果是八卦的部分 我就尽量少回复 好 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我个人的部分 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成长 然后其实这中间的过程中 我真的 可以跟各位打包票 这里面 90%绝对有新制图的功劳在 新制图的工具在 那所以非常跟各位推荐这个新制图的工具 好 那所以 我再分享一下 今天 就是 今天礼拜六嘛 各位 暑假 为什么延期要开在礼拜六日 因为我目前没有工价 那 就是现在法规嘛 工价才能领终点费啦 然后那个 资讯团团长 朱博文校长对我很好 硬是要给我领钱 这样我可能 我才会送他两包咖啡豆 好 所以我就只能利用假日 所以各位辛苦一点假日 初阶跟进阶内容完全不一样 不好意思 那个美惠老师 初阶 今天我讲的是初阶 那初阶的部分呢 各位应该比较平常比较容易学习 尤其是前半段 那后半段一般的老师不讲 因为那是他的身材工具 但是我会讲 因为老师不能兼差嘛 所以我也没办法用这个去赚钱 不然我就早就去开补习班 什么快速学习法之类的 好 然后那个下礼拜六的进阶课 完全不一样 下礼拜进阶课是会结合到一些 其他的一些理论 各式各样的理论 然后怎么用 会实战 然后主要是会让你学到 怎么样把后设认知也结合进去 这个会让你跟别的老师层次完全不同 如果你用下个礼拜的方式上课的话 如果你用下个礼拜的方式去使用新制图的话 你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那明天的课不是新制图 明天的课是那个 线上 就是线上录影剪辑上网 这个是有史以来最简单的 这个东西 因为各位现在要 线上线下都要 都要嘛 那个学生远距如果他不能出席 你还要录影放到网路上给他 对不对 那我 因为我有长久以来的经验 那所以我会把它简化到最简化 所以明天的课 如果你还不会 如果你会也可以听一下 因为我的方式绝对是 目前最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这四天的课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看内容 你可以到脸书上去找我的贴文 好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这几次我跟各位分享几次 我比较非常非常有感的 的新制图的一个经验 就当年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就我下到稻香之后 我除了我的那个教学跟行政 非常的有效率 然后帮学校做了整体规划之外 这些东西之外 我觉得我自己 对于我自己 内心我自己最有感觉的 就是九十五年的时候 我去考那个教研所 那因为没有时间读书了 所以我是考前一个礼拜才去报名 然后我其实只有利用三个周六日 因为那个考试要考教育心理学 我就利用两天 很快的把教育心理学给翻了一下 我做成那个新制图的摘要 然后再利用一个礼拜 就是也是六日 就稍微背一下那个教育心理学 然后那个研究所考教育心理学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考卷一发下来 我就很快的三十秒 看了一下题目 哇塞 五题、深论题 我全部都会写 全部都会写 非常的不可思议 你知道那个 当你一个考卷发下来 然后你瞄了一眼 你发现 全部都会写的时候 你真的会百分之百相信 原来新制图真的非常 新制图真的是太好用了 这种感觉 你听别人再怎么形容 你都没有办法去感受了 但是你自己遇到一次 你就会完全的相信新制图 所以如果说今天 如果新制图有一个宗教 我也会百分之百的相信它 但是我先讲在前面 我这边讲的新制图 跟你们外面学的新制图 是不一样的 不是那个拿着彩色笔画的那种新制图 那有机会我再分享它的差别 好 这是我第一个 第一个我完全被新制图给 就是完全相信新制图能够带给我好处的 这是第一个经验 那第二个经验 是我孩子的经验 我孩子在国中的时候 他们国中念那个国风 那他们那一班就是从国小上来 我们有几个家长 我们有几个家长 那个 我看到很多老师在帮忙回复一些问题 非常感谢 那 我再拜托一下 如果方便 老师方便的话 也顺便偶尔帮我截一下图 因为我实在是分身乏数这样 截一下那个很多人的图这样 让我给资讯堂可以做一下业绩的 感谢张老师 感谢各位老师 好 那所以第二个经验是这样子 就是我小孩在国中的时候 那各位知道 国中刚好是学生很叛逆的时候 那所以小朋友也不是很喜欢念书 那尤其是他们同班的那个死党同学 同班的死党同学 他们有几个同学 然后其中有一个大男生 妈妈在吉安开那个猪算班 也姓邱刚好跟我同姓 有一天就拎了一袋水果来找我 然后他跟我说 那时候他也知道我在稻箱 我也有教电脑科 也有教自然课 所以他就来问我说 他儿子生物 每次考试考出来都是三十分 没有超过三十五分过 然后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补习 好问我 他说邱老师你自然这么厉害 我知道你在国小我教自然 可不可以帮他补习一下 不然那个成绩真的是让人家受不了 然后 然后因为 各位知道教师不能兼差嘛 那个法令现在只有同一公务员可以兼差 所以教师还没有通过 所以还不能兼差 所以我非常的手奋 手奋 应该说不行啊 那个 我又不能 就是开补习班 对不对 不能做家教的 然后但是呢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这样子好了 我那时候其实蛮忙的 因为还接了数位机会中心 还有其他业务 那这样子好了 不然你就 你把我们 就是我孩子那几个麻吉的同学召集一下 那我们就用两次的时间 两次的时间 然后 我就教他们怎么用新制图来读书 那 好 所以他就说好 然后就在他的那个租算班 我们就两个晚上 我跟他们上了一下课 然后上完之后呢 那一次的其中考 我刚好那一次用的是那个 生物的血液循环 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已经脱离国中非常久 那我也是那一天才直接把自修拿出来 然后跟他们讲怎么读书 怎么做成新制图 然后做成新制图之后 怎么样可以利用一些联想故事 或者是冥想的记忆去对照去做记忆的动作 就教他们这些东西 然后用那个血液循环的那个那一章节来做案例 好那所以那个其中考之后 其中考之后呢 那个其中考完 那个邱妈妈就带了一大袋的拔蜡 然后又跑来找我 好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 邱老师太感谢你了 我儿子其中考竟然考87分 是真的87啊 不是我要说耍白痴那个87 是真的87分 所以从 从那个34分一下跳到87分 那老师还一度怀疑他是不是作弊了 好 那所以他就非常的感谢 那这是我非常真实的一个经验 好 那所以呢 其实 为什么我们这种科技老师从86年到 到现在 我们通常在学校 你们学校的科技老师应该也都是这样 科技老师在学校通常会兼一个组长 或者一个主任 然后再兼资讯 网管之类的 甚至还有人在兼了其他的 辅导团或什么东西 所以通常一个人会兼两三个职务 好 那拜托各位学校的老师 对你们的学校的资讯老师一定要很好 因为你想想看 每个人 如果一个老师如果一天出了一个问题 找一下电脑老师 也许你的电脑老师解决你的问题 只要花10分钟 对你来讲你只有10分钟对不对 但是学校如果有20个人 那他今天就要花200分钟 所以他一个人兼两三个职务可以活到现在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古今中外的这种道理 不管是或者是你的教育学习的理论 能够把它结合 然后讲出 就是在任何的方面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的话 那这样的工具 真的是非常棒的工具 那所以我还是跟各位推荐 新制图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前面会花这么多时间在跟各位讲这些前提